我們是在2010年 出道第一年的時候 我們去了Busking 那時的興奮是來自於我們在北京拍攝音樂影片 《白色順見》 那時在等待拍音樂影片的時候 就在街上唱歌 之後也能拍攝到人 其實這件事不如就搬回香港做了 那時其實未真是很興奮唱歌的人 會到街上Busking 那時最合適的地方就是旺角西洋菜街 因為其他地方就不太方便 其實不僅是我們的 唱歌是有的 但是其實也有一些殺一雜的 是娛樂到人的 那些東西是很實際很實在 以及定位很清晰的 那時所謂有什麼秩序都沒有什麼秩序 只要不要太吵 不要影響到後面做生意的話 那就OK的了 但是我反而不理解就是 到了後來 當每一個表演者 開到這麼大聲的時候 後面的商店是怎麼忍 怎麼沒有人投訴的呢 原來發覺我們走了幾年 已經是人物存非了 也有他們的一些我們不認識的秩序 以及我們完全不認識的文化 我記得幾年前左右 即是說那些一五六年 有一次我們想 幾年沒有下過去 又去做一個公司 看到歌迷 但是我們一些工作人員 上去嘗試去霸位的時候 因為那裡有很多人去表演 就立刻一埋位 打算量一下位 整天已经有两个人来 问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问你是哪里 不过他就不是问你是哪里的 不是那只 只是你是什么团体 你是什么单位 你想做什么 你想表演什么 这里不是的 这里是哪个他们的 这边是我们的 原来好像地上没有线 但原来已经画了线 是有了格格 那我们可以在哪里 你们自己找找看那边有没有 其实那边是没有 可能那边完全是没有的 结果那次我们就放弃了 落到铜锣湾 我从来对你杀佳或者禁 或者拿走一些东西是反对的 除非你真的会给予一个空间人 因为那里真的有些人有心 是想在那里做表演的 但我又会站在 如果真的我在那里住 那又又太吵了 每天晚上都这么做 那我怎样睡觉 但最重要的是 你拿走人的东西 我觉得你要给予一个空间人 因为那里表演的人已经形成了 你杀佳之后 那他们去哪里表演呢 这是我觉得恨心问题 杀佳之后 那是不是逼这帮人去四散 所谓的遍地开花周围去呢 还是不如好好规划 一个公共空间 怎样去分配 或者是怎样去分开 不同的类型的表演 在不同的地方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